高雄市医师公会庆祝医师节 原本说要到场参加的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却临时取消行程 因为据说主办单位没有发邀请函给韩国瑜 至于每年都受邀参加的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则表示 假如韩国瑜要来跟大家认识这是一件好事 希望韩国瑜能够多多认识高雄 对于韩国瑜临时取消行程 他也感到颇为遗憾 庆祝医师节主办单位高雄市医师公会 到底有没有发邀请函给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这个问题由出席参加的立委陈一鸣出面回答 医师公会有寄邀请函给我 但是没有寄邀请函给韩国瑜 但是韩主委那边他们总部是说 是医师公会的副会副理事长是有打电话邀请 所以到最后这个就变成罗生门 这种事情我们是克罪主辩 陈一鸣转述韩国瑜的想法 认为虽然有被口头邀约 但是既然没有收到邀请函 就不要造成主办单位的困扰 才因此临时取消出席大会的行程 至于每年都受邀参加大会的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 则认为韩国瑜第一次参加活动 就取消行程感到遗憾 因为韩国瑜的医疗政策有许多荒谬的地方 这是可以跟医师们讨教的机会 让韩国瑜知道错误在哪里 他对医疗恐怕并不是那么清楚 他就随便的天马寻空 我觉得这个是对医界很不尊重 国际医疗里面的重症医疗 跟我们在讲的医疗观光 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他就把重症医疗跟医美 养生健检这些把它都全部混在一起 乳癌或者是一些癌症刮牌加 这个也是很荒谬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的一种讲法 换上牛仔装扮的陈其迈 在大家的欢迎声中进入会场 展现他医师出身的专业背景 受到医界的支持与力挺 选战倒数计时 高雄选情呈现五五波的紧绷状态 人民团体举办的活动 也成为是否支持某候选人的风向球 该邀请谁或该不该出席 都会被放大检视 不得不小心翼翼 港督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